大家好我是邱團長 今天要講我弟弟自己寫的一個故事 鑽石失竊案 有一位公傑呢他叫泰德公爵 大家都叫他泰公爵 他的傳家之寶是個比太陽還大的 還刺眼的鑽石 可以賣幾千億的美元 相當於台幣兩兆九千萬元 有一位怪盜叫雷斯蘿莉 傳說他中他想要偷東西前 會將目標寫得清清楚楚 並準時做到沒有被抓過 連警察偵探都拿他沒看過他本人 這時管家急急忙忙的衝了進來說 有信有信 泰公爵接過信件讀了起來 泰德公爵我會在五六十六日下午六點到七點 尖把鑽石偷走 雷斯蘿莉他看完信心 此立刻通知當地警察局 請大批刑警守護 另外也請來了最有名的偵探 波道爾喬想保護鑽石 波道爾喬 波道爾喬 好就先推論 五月十八日就是明天 我想我們可以先分好人力 泰公爵接受 那我來分配 陽星鏡 後門 黃星鏡 那你要在哪兒防守 有人問 大門電箱旁波道爾喬回答 一切都準備妥當後 已經六點整了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 突然啪氣一聲突然按了下來 只聽見KING KING的撞擊聲和雷的絲聲 電一下子就回來了 一切都沒事 只有桌子上的鑽石盒子不見了